我是莊玉瑞 今年毕业于台中高工资讯科 我报考了统策的资电类 然后今年我考了654分 我对学弟妹的建议是 责你所爱 爱你所责 切莫放弃自己的梦想 相信自己 你肯定能够做到 我是吴佩儒 毕业于中心高中 今年重考卫护群 那今年的统策考658.5分 那给学弟妹一句话是 简直从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些话 她说稳健走来优雅考上 不求前程如何 但求落幕无悔 那希望学弟妹就可以照着自己的进度 一步一脚印的走 一定会成功的 我是赖凯佑 毕业于台中高工 我是奠基群的 今年统策考678.5分 还没到统策前都不要放弃 因为在上台中高工之前 我也是考很烂的 可是三年过后我赢过其他人 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可以 统策之前人人都有可能680 相信自己都会有可能 我是陈哲彦 我毕业于台中高工 奠基一群 然后我今天统策考660.5分 我对学弟妹的建议是 因为有时候高一高都会很疯社团 都很累 所以有时候回家可能都不想读书 可是我觉得每天都要读书 不管读多读少 就算只是背十个单字 也要背 我是陈哲彦 毕业于台中加商商管群 今年统策考654分 我给学弟妹的建议是 定定一个自己的目标 然后相信每一步都要有不变的坚持 我是陈嘉欣 毕业于台中加商商管群 今年统策考649.5分 我要对学弟妹的建议是 不要怕模考成绩是高是低 你只要都是把你自己不会的变成会的 你就会更往前一步 我是钟雨涵 毕业于风源高商商管类群 今年统策考656分 我是跨考的 我跨考外类群 我是跨考生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方向在哪了 那请你们现在就为自己拼一次吧